电子化注册先行一步,为全省41万名医护人员带来便利。 电子化注册意味着什么? 杭州率先试选共享医疗,满足多元化就医需求。 为什么? 因为该调题题的一句话,医疗机构可以委托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, 病理诊断中心,医学影像诊断中心,医疗消毒供应中心, 或者有朝鲜的其他医疗机构提供医学检验、病理诊断、医学影像、医疗消毒供应等服务。 医疗机构可以将检验、病理、影像、消毒的委托给独立第三方医疗机构, 或有条件的医疗机构。 有媒体认为,通知第二桥的发布,意味着共享医疗正式获得了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认可。 在浙江,共享医疗,已经不是新鲜事,去年9月, 身为纪外批复同意杭州全称国际医疗商城的医疗资源互相模式后, 在一座位于杭州老生活广场的医疗商城里, 消费者可以在医疗商城感受消费购物与医疗服务的多维体验。 杭州的这一全新展示,意味着管理部门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前提下, 为医疗行业的创业创新提供更宽松,更包容的环境, 也满足了患者多元化的就医需求。 其实,在市水共享医疗方面,浙江底气十足。 早在2016年,省政府办公厅就已发布了, 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。 意见明确指出,要发挥市场机制配治医疗资源的作用, 优惯发展环境,激发市场活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